随后这纯秦王一轩又奉旨意在秘云锁拿了速顺 据说这速顺正和两个小蟹在啪啪的做游戏 做什么游戏还得啪啪的 甩牌斗地主啊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 我是昆仑刘石 正所谓是一座公王府半部清朝史 这一句话就充分的证明了 公王府里的历任主人都是有故事的 上集咱们主要聊了聊这和珅的发迹史 今天咱们要聊这公王府的另一位主人 就是晚清的众臣公亲王一心 公亲王一心的一生那真是风光无限 不过也是一步一个坎是荆棘满地 一心是道光皇帝的六皇子 是咸丰皇帝一主的弟弟 一主生母早丧 是一心的生母 敬皇贵妃一手抚养大的 按常理说呀 这一主跟一心两个人的关系 应该是相当不错 亲如一母同生的亲兄弟才对 可是呢 这事情往往就是这么的不顺序 这咸丰皇帝呀 并不喜欢自己的这位弟弟 1861年的8月22日 也就是咸丰11年 这咸丰皇帝呀 驾崩在成德的避暑山庄 这临死之前呢 他把自己的两个媳妇 慈禧慈安和小皇帝宰 也就是同志皇帝 连同这大清国的江山啊 就一同托付了 以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 可是啊 这八大臣当中啊 他并没有自己的亲弟弟 公亲王怡心 不但如此 这怡心呢 当时并没在避暑山庄 他被留在了北京 处理着英法联军 打进北京城后的事宜 这不是一件好差事 处理好了呀 那也是割地赔款 最后落下一片骂名 那处理不好呢 完全就有可能激怒英法联军 遭到侵略者的杀害 或者是被扣为人质 乾丰皇帝是万万没想到 他的初衷啊 是想让这顾命八大臣辅政 两宫皇太后 辅佐这年幼的小皇帝呀 是一同主理朝政 这样做的目的 完全是想让皇权 和全臣的权力 互相均衡一下 既能合作权力治国 也能互相啊 牵制一下 不让一方权力独大 但是很明显呀 这顾命八大臣的势力 远大于两宫皇太后之上 所以呀 这大型皇帝尸骨未寒 这顾命八大臣 就开始弄权了 根本啊 不把这两宫皇太后 和小皇帝放在眼里 在这种情况下呀 就令慈禧和慈安 非常的不安了 因为他们同时想到了 顺治朝的堆滚 康熙朝的敖拜 这些人呢 都是专权善权的大臣 当年的皇权呢 就险些旁落 为了防止重蹈覆辙 皇权旁落 慈禧太后当时啊 就想发动政变 除掉这顾命八大臣 但是呢 和肃顺为首的 顾命八大臣比起来呀 这两宫皇太后的实力 是明显不济 这样呢 这慈禧呀 就必然得找个帮手 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于是啊 他就想到了在北京城正在处理洋务的宫秦王一心 可是哪那么容易呀 这老奸巨华的肃顺等人啊 早就防着这手呢 自打着咸丰皇帝一并倒 这一心呢 就想从北京城来到避暑山庄见哥哥一面 这肃顺等人仗着自己是皇帝身边的权臣 既攥着内阁又掌握着军机处 于是啊 他们就找各种理由 是横拦着树拦着 不让着王爷啊 见自己的皇帝哥哥 他们就怕呀 在病榻前 皇帝弥留之际 这哥俩的关系缓和了 皇帝呢 就会委以公亲王重任 托估于自己的亲弟弟 这样啊 这些大臣们的权力自然就小了 之后的日子里就得听这位公亲王一心的摆布了 所以说呀 要想争辩成功 第一件要紧的事 就得是安排这慈禧太后啊 和这公亲王一心见上一面 哎 这会儿啊 要看鬼心眼子多呀 那就得瞧慈禧的了 这肃顺等人啊 封锁了北京城与避暑山庄之间的消息 两宫皇太后的任何亲信呢 也不得回京 就在这个时候啊 在热和的两宫皇太后的行宫里 出事了 这慈禧身边的大红人太家安德海 和这慈安身边最宠心的宫女双喜 发生了严重的争执 并且呀 据说这双方还动了手了 这安德海呀 耗了双喜的头发 双喜呢 挠了安德海的脸 这外边啊 传的可邪乎了 两人打起来的原因呢 无非就是鸡毛蒜皮子 那么点小事 可是呢 这两个人啊 分别是两宫皇太后身边的红人 于是呢 这慈禧太后就有态度了 严惩了自己身边的亲信 安德海 是先骂了一顿呢 不解气 又打了板子 这还不算完呢 把这安德海 从自己身边的四品总管降到了六品 并且打不回京 罚到静世坊领罪 然后呢 罚到打扫处 去做苦差 这些是人家内庭的事 外朝的大臣呢 根本干预不上 所以啊 这顾命八大臣 眼睁睁的 就看着这安德海啊 回京了 对喽 您算猜对了 这完全是两宫皇太后 演的一出苦肉计 安德海回京以后啊 压根就没去内务府 直接就办了后海的公王府里 见着王爷磕完头以后 安德海就取出了 逢在内衣里的慈禧亲笔信 汉献帝的诏书 逢在了玉带里 叫做玉带诏 这封诏书啊 逢在了内衣里 那应该叫汉摊诏吧 王爷打开这封诏书一看呢 上边红通通的印着两封印章 上面的一枚啊 是慈安皇太后的官房 印文是玉赏 下面一枚呢 是同治皇帝的官房 印文是同道堂 同治皇帝还小啊 所以呢 这枚印章啊 就由这个同治皇帝的生母 慈禧皇太后掌握 所以啊 这一封信字数不多 但是却代表着两宫皇太后和同治皇帝的意思 这封信呢 是这么写的 两宫太后同与公亲王 助记设法 火速迟来行载 以备筹资大事 秘之特遇 这公亲王一心呢 一看这道秘纸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去不去呢 他决定去 因为按照这种情况来看呢 那皇家大权旁落是肯定的了 并且呢 速顺等人啊 速来和公亲王不睦 一心呢 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报复 那难了去了 几乎是不可能 自己终将年纪轻轻啊 就得过着碌碌无为的生活 所以呢 这疑心 不顾着顾名大臣的反对 毅然来到了热和行在 前去给自己的兄长调丧 拜祭国大型皇帝的子宫之后啊 这慈禧和慈安两宫皇太后 就召见了一心 那么这速顺等姑命八大臣就这么看着他们淑嫂见面吗 哎 也是这速顺的活该该死 他大意了 他根本啊 就没把这淑嫂三人啊 放在眼里 经过前面几番的政治博弈 他觉得这淑嫂三人的政治智慧也就到那了 没什么真本事 即便是让他们见了面 他们也商量不出来什么计策来针对自己 所以呢 就轻易的让他们见面了 于是慈禧和慈安就召见了公亲王 这淑嫂三人啊 一共密谋了两个小时 哎 也就是一个时辰呢 不要看这短短的两个小时 就在这一个时辰当中啊 他们详细的制定了政变计划 当年的9月23日 咸丰皇帝的子宫啊 要从热河运往北京 这两宫皇太后和皇上呢 也要回京了 按照常理啊 这顾命八大臣应该陪着小皇帝 共同把大型皇帝的子宫护送回京 不过这慈禧说呀 这小皇帝太虚弱了 这样每天折腾啊 受不了 不能和子宫福灵啊 一起回京 这顾命八大臣一想啊 也没毛病 于是呢 这八大臣就分为两组 一组啊 陪同这小皇上回京 另外一组 护送大型皇帝的子宫回京 这一下就正中了慈禧的下怀 这慈禧皇太后啊 就是想把这八个人分开是逐个击破 九月二十九日的午时 两宫皇太后的轿子 抵达了北京的德圣门 公亲王领着满朝文武众臣啊 在德圣门迎接圣驾 这轿子刚刚过稳 两宫皇太后和文武公亲一见面 就哭诉了顾命八大臣 是如何欺负他们乌儿寡母的 这慈禧是连说待哭 愤愤不平啊 慈安在一旁是 默默流泪 就在这时候啊 公亲王的党羽啊 也随声附和 顾命八大臣犯下如此欺君之行为啊 事与他们不能两立 与肃孙向来不和的军级大臣 周祖培 抢先站出来发难 与太后奏道 何不重置其罪呢 这二位太后啊 就假么三刀的说 他们都是赞乡王大臣 怎么能说治罪就治罪呢 这周祖培就说了 太后可以先将一职 免了他们的赞乡大臣之职 不就能所拿问罪了吗 太后说 嗯 行 其实啊 这治罪的诏书 这公亲王早就写好了 这二位太后呢 就顺理成章的 从怀里掏出那两枚要人命的印章 就落在了这封治罪诏书上 顾命八大臣当中 先陪同皇帝回来的载行端华二位啊 就直接的第一波成了阶下囚 随后这纯亲王一轩 又奉旨意啊 在命运所拿了速顺 据说呀 这速顺啊 正和两个小蟹在啪啪的做游戏 哎 做什么游戏还得啪啪的 甩牌斗地主啊 当然 这也成了最后处置速顺的一条罪状 在皇帝国丧期间 不顾廉耻与小妾斗地主 就这样 两宫皇太后成功的取得了新有政变的胜利 自此啊 这慈禧太后是大权在手 公亲王自然是这场政变当中的第一大功臣 随后的十月初一 这公亲王疑心便受益为义政王 军机处行走 十月初二 又受义政王总管内务府大臣 十月初八 赏公亲王疑心 亲王双凤 十月初九 公亲王的长女 卓进封为顾伦公主 我 这个挺厉害的 这顾伦公主啊 可不是随便哪个格格就能被封赏的 皇后要是生了女儿啊 就被封为顾伦公主 嫔妃要是生了女儿呢 被封为和硕公主 如果呀 在宗室当中 有哪个女孩啊 被宫里看上 被收养到宫中 最为幸运的 也就无非是在出嫁的时候 皇家呀 给一个和硕公主的待遇 至于亲王的女儿啊 只能被封为郡主 所以说呀 公亲王家的大格格 被封为顾伦公主 那简直是对公亲王家的格外礼遇 天大的脸啊 十月初十 又把这公亲王的生母 康祠皇太后 生仙太妙 并且呀 给了十二个字的最高嗜好 同志元年在六月初一 还赏这个公亲王一心呢 在紫禁城内 可以呈四人教 以示优异 您看了吗 这天大的荣誉啊 就降临在了这公亲王的头上 不过呢 这正是倒霉起手 短短的三年以后啊 这公亲王一心的好日子 就到头了 您要是喜欢 接着听我给您讲 这公亲王一心的故事啊 您就留言区 告诉我一声 我麻溜的编辑出小片来 就讲给您听 我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呢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 唯一动力 您记住那句话啊 自到您长按点赞啊 咱们是明天准见 拜拜